180香港商報 曾主席大發雷霆驅逐長毛 2015年7月10日香港新聞A十二會火花 香港商報信 記者李奇、葉佩儀報導 立法會作召開休會期前最後一次行政長官達文大會 但有部分反對派議員不斷生事 令多位建制派議員連續發言要求執行熱事規則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罕有地露斥議員表現令市民失望 並強調一直看議事規則管理會議多年 不須議員多次提醒 促請議員不要再終斷答文大會 他由諷刺有議員不疲於在電視機前表演 指議員表現令市民失望答文大會於作早9時半開始 期間梁振英回應議員提問時 社民連議員梁國鴻、蔣毛、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等 不斷於座位大聲圈話、生事、阻礙答文大會進行 於大約9時55分 公聯會議員王國健、王國興、四散人馬鳳國、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及蔣麗雲連續發言要求 曾玉成嚴格執行議事規則 認為蔣毛已經多次違反議事規則 而且曾玉成早給予最後警告 指蔣毛該被逐出會議聽 曾玉成回應指 市民一直觀察議員表現 相信議員必定令市民十分失望 他逐警告蔣毛等人不要在於座位發出噪音 影響會議進行 蔣毛一句 司、壞、病有關我事 另一向斯文君指的曾主席大發雷霆 並將他趕出會議聽 主席大聲強調 所有議員在不守規則便要離開會議聽 又強調他負責抗議事規則主持會議多年 無需議員提醒規程問題 他逐指斥議員於電視面前難度仍然表現未夠 要求議員不要再打斷行政長官發言 並隨即宣布答問大會暫停 答問大會於約五分鐘後重新開始 蔣麗雲批評 蔣毛等激進派議員應辭職 近年答問大會均因個別紀委議員圈話 暫立、舉牌等行為不斷中斷 他直言施、壞、試次答問大會談及大量民生問題 但由於個別議員鬧事 令大部分議員無法專心 議會是一個神聖的地方 議員應尊重 馬逢國解釋 並沒有與其他議員合謀 相信大部分議員均難以專心 特別他作為議長無接近 要用以統裁可聽清楚特首的回應 另外 民建聯主席李維其 於首條問題警問及與訴皆有關問題 被質疑他所說 未有好好利用提問時間 他會後解釋 向政府反映公眾意見是議員職責 一直以來不少市民向其投訴 街道垃圾越積越多 衛生情況令人擔心 故民建聯組在政改方案表決前 以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提及舉辦一個大型的清潔運動 是次於達民大會再提 是希望加強政府關注 他強調 民建聯益十分關注股災及一帶一路等 但民生無小事 一個成功及持續性的清潔運動 可全面提升社區衛生